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换为直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勇士作为当今联盟的纳税大户,在普尔玉维金斯的续约上目前并没有太大的进展。 虽然勇士尽心尽力地希望能保留主要的夺冠阵容,但无奈,收拾吹得过度一出导致球队不得不在任何一笔续约之前思考再三。 而最近勇士队的德雷蒙的格林也是公开表示,球队应该与自己进行续约,并且应该四年1.38亿的顶薪金额。 拿到总冠军之后,格林在自己的播客上谈到了很多,在多档节目里面,格林表示詹姆斯是历史对家,而且多次公开称赞詹姆斯,可是谈到自己的队友库里,格林认为库里在没有拿到第四个总冠军之前是不如杜兰特的,这句话也引起了很多勇士球迷的不满。 别忘了,在杜兰特没有来到勇士之前,库里有两个MVP,格林这样诋毁自己的队友,的确非常少见。 从格林的言论来看,他并不是库里的真兄弟,作为次伦秀,之所以能够拿到多份大合同,格林最应该感谢库里,只有待在库里身边,格林才能够起到作用。 并不是库里离不开格林,而是格林离不开库里,反观克莱汤普森和一个达拉,他们会处处维护库里。 虽然克莱汤普森在修赛期话不多,但是提到库里,一直都是称赞,甚至当库里拿到FMVP的时候,他比库里还要开心,这才是真兄弟。 而据勇士队的随队记者Anthony Slater报道,勇士管理层目前对于格林的续约甚至排到了克莱汤普森之后,他们认为格林的顶心要求实在是无理取的。 消息人士透露,勇士内部知道如果放弃格林,会让水花兄弟不开心,因为库里和汤普森希望续约格林,然后能终老勇士。 如果格林执意要索要顶心续约,那勇士必须承担必要的风险,因为格林的状态已经处于一个下降的阶段,他的效率以及在攻防两端的影响力大不如前。 但Anthony Slater在节目里解释道,其实格林的效率已经大不如前,但是他在球队的影响力除了库里依旧无人可以替代。 换句话说,格林已经为勇士付出了所有,接下来就轮到水花兄弟开始报恩了。 所以在我获得的消息里,勇士在汤普森和库里的推动下,会给格林进行顶心续约。 就像当初克莱汤普森受伤时,球队依旧奉上顶心合同一样。 明年的休赛期勇士应该会非常热闹,下赛季不单单是乔丹普尔和维金斯,格林和汤普森也是到了续约的时候。 很多球迷认为,格林现在提出的续约请求,是自私的,因为球队目前一直致力于普尔和维金斯的续约中。 特莱汤普森也表示,明年可以进行小幅度的降息,而格林就做好了拿点新的准备,这不难让人猜测,难道格林已经想好离开勇士了? 当然格林要顶心,也不是空穴来风,格林是球队的发动机,而且他在防守端的作用无可替代。 虽然他的防守效率在下降,但是他的呼况能力依旧不差。 格林清楚地知道,作为32岁的他,这将会是他最后的顶心。 作为小球时代的开创者,他能为库里汤普森创造太多的出手机会,特别是他们三个人的默契程度,在无球掩护之后的倒球。 堪称一绝,作为小球时代比较受欢迎的组织性内线,格林应该是不会缺乏下架。 查尔斯·巴克里说过,格林的在场上,的影响力是不能用数据体现出来的。 库里汤普森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能与格林一致并肩战斗下去,而如果给到格林顶心,他们三巨头的薪资就会达到一亿。 要知道很多球队全队加起来,也仅仅1.2亿左右,很多人认为,勇士会为了总冠军而无所畏惧地砸钱,去实现自己的未免目标,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。 毕竟一支球队如果一个赛季下来,能赚7亿,那就有可能发生了。 勇士就是这样一支如此吸金的球队,但就是不知道,库里和汤普森这么极力地帮助格林,能否让勇士更好或者走得更远呢? 而格林的续约,对于魏金斯而言,是一件不好的事情,他的概率要被追梦的大合同给寄走了,他的合同到明年夏季即将到期。 目前,勇士能够提供给魏金斯的合同只有4年1.08亿美元,年薪平均下来只有2700万美元,显然,这对于在去年季后赛发挥巨大作用的魏金斯而言,是难以接受的。 要知道作为昔日好友的唐斯已经拿到5年2.24亿美元的超级合同,和旧金山记事报的记者报道,勇士的内部更倾向于留下普尔和元老球员,因为魏金斯要求的顶薪合同会使得他们承受巨大的薪资压力,再加上汤普森逐渐恢复,所以他们放走魏金斯的念头更强一些。 美美NBA分析网的记者报道,勇士可能会和火箭商讨一份关于交易魏金斯的交易。 具体内容如下,荆州勇士队送出魏金斯,休斯顿火箭队送出埃里克·戈登,解西恩泰特,大卫努瓦巴以及来自雄奴的2023年首轮签。 这样一来,勇士的心筋空间一下子压力就小了很多,而火箭送走小马丁,戈登和努瓦巴以后,明年夏天的心筋空间超过7700万美元,高局全联盟第一。 完全可以为魏金斯提供4年1.48亿美元的顶薪合同。 这笔交易对于勇士和火箭来说,绝对是一笔双赢的交易,两对割取所需。 今年休赛期,勇士在签下决金的格林以后,已经超过奢侈税限1.51亿美元了。 还有续约普尔和魏金斯两分大合同的话,压力可想而知,通过这笔交易,马克布奇马在前上可以省下很大一笔。 在勇士送走魏金斯后,他们可以毫无担忧地选择和普尔续约,不过这笔交易对于他们的侧翼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,因此火箭的筹码就显得相当珍贵了。 33岁的格登在场赛季达出了场局实散,4分2.0的篮板和2.7次助攻的数据,投篮命中率高达47.5%,三分命中率则是可人的41.2%,这样的表现与当年火勇大战时的格登并无多大区别。 虽然他只有1米91的身高,但后视的身体使得他具备防守封线的能力。 格登在修赛期已经获得了多支球队的关注,如果勇士能得到他,也能弥补为金斯离开带来的影响。 水花兄弟加普尔加格登,这四人组成的外线火力堪称恐怖。 而泰特和努瓦巴也极战力很强的球员,火箭在修赛期以一份三年2210万美元的合同与泰特达成了序约,足以说明火箭是很看重这位年轻人的。 上赛季的泰特给足了火箭惊喜,长军11.8分5.4个篮板和2.8次助攻的数据,无疑是超出了外界对他的期待。 他有能力成为勇士的板凳匪徒,努瓦巴是一位打球积极,跑位灵活的高球生球员。 对于善打传奇的勇士来说,努瓦巴是完美契合的优质拼图,来自雄鹿的首轮签,会给勇士在阵容上的调整带来更多的操作空间。 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,火箭用石器好袖摘走了塔利伊森,然后又用一份三年1100万美元的合同续约了泰特。 不过球队小千锋位置上,如果能够引进一名全明星球员,自然是更好的。 对于火箭而言,他们在小千锋上已经有了一森,但是终结还缺少经验。 火箭想在明年的选秀大年后迅速完成重建工作,而维金斯具备丰富的季后赛经验,以及顶级的防守能力,是不可多得的小球时代顶级3D。 况且维金斯在本赛季表现出色,职业生涯首次入选了全明星。 在季后赛里,他化身成勇士名副其实的二当家,是勇士队里毫无疑问的攻防核心之一。 总决赛上索斯塔图姆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。 同时,作为一名征战多年的27岁老将,维金斯的到来也可以给杰伦格林更多的经验指导。 有利于火箭对这位未来核心的培养。 总冠军级的侧翼维金斯无疑会对火箭产生重要影响,在攻防两端都能成为球队的领军人物之一。 火箭在买段沃尔后,已经腾出了巨大的薪资空间,完全能满足维金斯对薪资的要求。